这个童话最后的结局是公主吻醒王子 从此过上幸福生活 就是说我和雨蒙姐将要拍一场吻戏 吻戏 这也太离谱了 雨蒙姐 这是游戏 不用真亲了 我小声的和雨蒙姐讨论 这可是我的初吻吗 不能为了游戏弄没了吧 雨蒙姐看着我战红的脸 肘底带着笑容 浩峰 你希望真亲吗 我把头片过去 努力的回避雨蒙姐的目光 当然是戒问 游戏很快开始 大家各就各位 我的戏份只有两场 第一场是被女巫诅咒陷入昆睡 然后就一直在床上躺着睡 等待公主来闻醒 第一场过后 我就老老实实的躺在床上等着公主 也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什么问题 左等右等 公主也不来 这把我急的呀 屋子里很暖和 还有玫瑰的香气若有若无的浮动 阳光暖暖的照在我头顶 一切都太过舒服 我居然没出息的真的睡着了 椅子里忽然嗅到熟悉的响起 睁开朦胧的睡眼就看到眼前有张力 我一声惊叫就响起来 结果好死不死的碰上了那威名的嘴唇 差时 屋子里一片静静 我只听得到心脏蓬蓬的跳动 和脑子里嗡嗡的风鸣 完了 真亲上了 羽蒙姐很快直起身子半侧鬼 我看到羽蒙姐红红的耳朵 羽蒙姐脸红了 我的脸开始腾腾发烧 气氛一时间非常尴尬 离我那么近做什么 我羞愤的说道 不是借位吗 我正在寻找借位的位置 你就醒了 我没来得及反应吧 你就亲了 我脸更红了 对不起羽蒙姐 我睡懵了 后风 这是我的初吻 尽管道了歉 羽蒙姐还是不依不饶 委委屈屈的 活像被地主老财霸占的梁家妇女 突然不知安装在哪的扩英气象 公主成功闻醒王子 下一场景 王子抱着公主走出宫殿 呵呵 那什么 羽蒙姐 应该不用抱着你出去吧 羽蒙姐突然又凑了过来 后风 只是游戏而已 最后 我还是没能拗得过自己的良心 不想让大家共同参与的游戏失败 只好顺从地把羽蒙姐抱出去 出了王子请电的门 国王和王后站在门口 一脸猝暇地挡着我们 而那边的空地上 管家李妹正扬起手 准备山市女卫与童耳光 游戏虽然尽量还原剧情 但打人耳光这种事 毕竟涉及人的尊敬 能不真打还是不要打得好 羽蒙姐也看到了他们两人的僵持 脸上神情灰暗难辨 公主成功闻醒王子 游戏结束 所有人齐声蹦起来欢呼 李妹那只手始终也没能扬起来 看看万表 十一点三刻 已是午饭时间 游乐场对面有家川菜馆 羽蒙姐说味道挺好的 开始游戏前已经定好位置 结束后我们一群人 浩浩荡荡地过去吃饭 川菜是我们这群人的最爱 所有人都吃得酣畅淋漓 张青送我的礼物 是个可以声控的音乐盒 李妹送我的则是快自制的正直 不知是什么材质的 带着淡淡的香味 轮到未雨同时 她拿出个红色盒子 有点重量 当着大家的面打开 是一幅我的肖像画 画里的我抱着大大的书包 坐在台阶上 仰头看着什么 眼底的光装满快乐 她画的是高中时期的我 正在看着的 应该是在羽毛球场上的她 不知真相的同学们轰得笑开 纷纷说她画的传神 让他们又看到小时候的我 我心底拱起烦躁 魏雨同究竟在搞什么 这几天她都不太对劲 是想划出想风魔了吗 我正在思考 要不要把画退还给她 羽蒙姐伸手拿过画 重新收好 揣进了她的包里 画得不错 羽蒙姐帮你拿着 这是我送你的礼物 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羽蒙姐拿给我的 是个紫色盒子 正方的形状 轻轻掀开盒盖 一条黑钥匙手链 静静地躺在里面 做工精巧 样式美观又大方 喜欢吗 款式是我自己设计的 羽蒙姐浓缩裹酒一样的声音 在我耳边响了起来 喜欢 我是真的喜欢 也很感动 这竟然是羽蒙姐专门为我设计的 这应该是今天我收到的 最合心意的生日礼物 你喜欢就好 羽蒙姐笑了笑 眼底带着浅犬的温柔 热热闹闹地吃过饭 已经下午两点多钟 大家意犹未尽地散了 凌分碟还在嚷嚷着挺开心的 哪天再出来玩 所有人都走了 唯有李妹还站在原地 显然是在等我 看什么呢 上车吧 羽蒙姐站在我身边 不悦地盯着李妹 我笑笑说 等我一会 她可能有话要和我说 不安好心 羽蒙姐不开心地嘟囔她 像个没吃到糖果的孩子 大家都是同学 说那么客气做什么 蓝浩峰 他神色一照 居然叫了我的权力 他眼底压着许多情绪 复杂的我读不懂 我要走了 以后也不回来了 喜欢你那么多年 也没能换来你好好看我一眼 只能说咱们没有缘分 高中三年我给你写了十一封信 每一封都是我的信 可每一封都石沉大海 那三年你对我不错 别人都嫌我胖不愿意和我玩 只有你总是笑盈盈 从来没有嫌弃过我 我把信让魏宇彤带给你 你从没给过我任何的回应 哪怕拒绝我都没有得到过 那时候我还挺感激你的 我以为你是担心 会让我难过才没有拒绝我 直到这次寒假回来 偶然知道当年的那些信 都被魏宇彤给截下 他和别人说我不配给你写信 同学们都知道你对魏宇彤的心思 可我太喜欢你了 这才鼓起勇气一封又一封的给你写信 我有点被惊到 他居然喜欢我那么多年 也许是我的金额取悦了他 李妹扯起嘴角笑了笑 知道原因后我很愤怒 几次想找他理论 可事情已经过去那么多年 再提起来挺没意思的 这几年我不太回来 直到昨天我才知道 你和魏宇彤没有在一起 李妹当年的事我真的不知道 浪费了你的心意 真的很对不起 我特地留下来 就是为了和你说明这一切的 不是为了让你内疚 好风魏宇彤不值得 但你一定可以找到最爱你的人 李妹你也是 你也一定会找到 那个直属于你的男孩 他拦了辆出租车坐了进去 下午的阳光投在他脸上 并没有那么力 我却在他眼角看到两点晶蓝 那双轻车的眼底不满忧伤 我们还会再见吗 我勉强挤出一丝笑语 人生何处不相逢 他对着我白手说再见 然后很快消失在我的视线 像陶一样 我看着他消失的方向 很久很久 上车吧 再站一会儿 还不得把自己站成快望七十 雨蒙姐黑着脸 走过来扯我的胳膊 随后汽车平稳地驶出停车场 魏宇彤 你把我的信还给我 我站在他家沙发边上 一肚子怒气地直接开口摇东西 魏宇彤抬眼瞄我一下 时过近千 你还要他有什么用 那你别管 赶紧给我 浩峰 你不是对李妹看 我突然烦葬 我对李妹怎么样是我的事 别说没用的 赶紧把信给我 我没时间一直和你号 魏宇彤的眸色沉了沉 你就那么想知道他写的什么 不是吧 你都二十多了 还相信那些小孩子的玩意儿 你管得着吗 快点给我 没工夫和你这种人废话 对待魏宇彤 现在的我是真的没有耐心 魏宇彤坐在沙发上 定定的看了我好一会儿 起身回房间 拿出个蓝色盒子 放在茶几上 全在这里了 我拿起盒子打开 里边装着一摞信件 上边写着号风亲戚 打开一封看看 落款是李妹 还画着胖乎乎的卡通人物形象 抱着小箱子回到家里 把刚刚打开的那封信 拿出来刚要赌 有人敲门 声音还挺急的 打开门一看 居然是雨萌姐 雨萌姐 你有事啊 我堵着门口不想让他进来 雨萌姐根本不搭我的话 身体往前硬靠 我下意识地一躲 他则趁机走了进来 一屁股坐在我刚刚的位置上 顺手拿起信纸就开始看 好风同学你好 你像天上的 我几步窜过去 一手捂住他的嘴 另一只手抢过他手里的信 重新放回盒子里 甘笑着问他要不要喝水 不喝 那些都是李妹写给你的 雨萌姐扯下我的手 眼睛还在往盒子里撇 应该是吧 下边的我还没来得及看 那么多年都过去了 要回来干嘛呀 对李妹真的有心思 雨萌姐挑着眉 语气和眼神一样 目光像探照灯似的 在我脸上扫来扫去 雨萌姐你这话说的 就有问题 我对李妹有没有心思 是一回事 我的东西总该物归远主 放别人那算怎么回事 哪怕我不要也该我自己的 轮得到他为雨桐吗 算了 我正好出门 直接帮你扔了笨了 省得你还得出去一趟 再见 就这样 我的雨萌姐 在没问我意见的前提下 抓起那个盒子 连同那些我还没有读过的信 一起带走了 大四第一学期 爸爸的心脏出了点小问题 住了快一个月的院 妈妈为这个差点哭晕过去 那是我正式实习前最忙的时候 没有时间回去看爸爸 每天只能通过视频电话 看看他躺在病床上的样子 走路都没有力气 妈妈在家遭罪 我在学校也是心理交瘁 一天几个电话的关注爸爸的病情 那段时间我像个小疯子一样 情绪特别恶劣 我想要回去看看爸爸 妈妈说什么都不让 她说让我安心在这边学习 回去会给爸爸增加心理负担的 雨萌姐一直陪着我 说尽好话哄着我 直到爸爸出院 亲自给我打来视频告诉我 她完全好了 我才彻底放下心 那天我特别开心 拉着雨萌姐出去吃烧烤 庆祝爸爸病情痊愈 同学们都开始失戏 天南海北的分开 四年大学生活很快结束 我的成绩优秀 被学校保研 因为担心爸爸的身体 我选择了去离家更近的精大毒研 这样家里一旦有什么事情 我就能更快地赶回家了 大四那年寒假 我们家终于搬到新职 蓝家和卫家正式结束 比林儿居二十多年的局面 变得各自为正 只不过我妈还是喜欢 原来那个房子的小花园 并没有将旧房子卖掉 偶尔会过去住一两天 用我爸的话说 两个房子都留着 轮换着住 就当是旅行 车在家门口缓缓停下 单元门口站着四个空巢老人 爸妈 叔叔阿姨 我们回来了 我第一个蹦下车 儿子回来了 快进去吧 你妈呀一大早就过来了 忙活着给你做吃的 我爸朝我招招手 美娜阿姨喜笑颜开地拉起我的手 可不是 听说你过节回来 把我们都乐坏了 我们这边久别重逢 聊得正愉快 那边魏雨彤和华楚推着行李箱 也到了单元门口 美娜阿姨在看到华楚时 笑容明显地淡了不少 华楚和她打招 她礼貌性地应了一声 便再也没什么娇人 明明处境这么尴尬 华楚却还是咬牙坚持着 这位的脸皮真是厚度可疑 行了 爷在门口说了 快进屋 锅都开了好一会儿了 妈妈左手推着我 右手推着雨萌姐 魏雨彤在华楚的授意下 也想跟过来 雨萌姐不渝地撇撇嘴 各回各家各找个妈 也走错家门 说完 她跟在我妈身后进了我家门 关门的那一瞬 我看到叔叔阿姨或不解的名望 我这闺女目不是傻吗 怎么连自己的家门都进错了 雨萌姐 你咋来我家了 不是各回各家各找个妈妈 你是不是走错门了 我拧着脖子问她 顺手把脱下的外套 扔在洗手间脏衣楼里 雨萌姐洗干净手 直接进了厨房 不知打哪拎出个箱子 把里头的瓶瓶罐罐拿出来 摆在调料台上 不是想吃我调的酱料吗 对 那雨萌姐你是调完料就回去吃吗 你妹妹带着女婿回来了呢 这可是你家大团圆的好日子 我趴在厨房的门框上 欣赏雨萌姐调配火锅酱料的动作 这人长得漂亮 连几个麻将都那么赏心愿目 雨萌姐手上动作不停 仍然保持着半低头的姿势 只是把眼睛抬起来白了我一下 妈妈抬手在我脑门上拍了一下 胡说什么呢 你雨萌姐又是买东西又是熬汤汁 忙了一早上 又得去接你们又得给你调酱料 你咋那么没良心 雨萌姐手脚麻利 很快准备妥了 我们四个人坐在桌上开洞 正吃的热闹的时候 魏雨彤来敲门 我去开的 我们家是那种开放式的客厅和厨房 家门斜对角就是餐厅 也就是说站在我家门口 就可以完整的看到餐厅全景 我打开门 魏雨彤说来找雨萌姐回去吃饭